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寄养家庭委由花莲家福中心来办理 110年一共有50户寄养家庭通过了审查聘任 陪伴照顾57名由县府安置的儿童和少年 5号的下午由县长徐真卫受证6户寄养家庭代表 肯定寄养爸妈们的努力无悔的付出 也期盼有更多符合资格的民众 能够加入寄养家庭的行列 花莲县府自民国70年 委托花莲家福中心办理寄养家庭服务 而花莲县今年共有50户寄养父母 陪伴照顾57名由县府安置的儿童及少年 拥有30年服务年次的资深寄养妈妈红素白 从民国80年就加入寄养的行列 出席代表接受县长受证 也分享多年的照顾感触 那个你越小照顾那个感情的投入更多 所以那当然就是如果他能够有 很好的那个家庭收养他 那是最好的 如果是去机构 真的真的对他来讲 一个很小从很小的时候 你就是必须要去面临 面临那个跟人家一起团体生活的 那种窘境 不是我们像我们大人 也可以体会到说你要去熟悉一个环境 确实我们就是必须要付出一段的时间 更何况说他们还小 目前花莲的寄养家庭 其实会面临到了一些人数的下降 那尤其是我们年龄的老化问题 因为早期寄养家庭 其实他们大概都是中壮年 可是目前都已经面临到老年了 所以我们有面临到老人家带孙子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年多一直很 这几年很热烈的就要招募我们的新的寄养家庭 花莲县府社会处表示 花莲目前寄养家庭面临年龄老化 且逐年退休 新加入的家庭数赶不上流失的数量 寄养家庭经过了 花莲县政府还有家福基金会的一起的 事前的培训 还有事后事中的陪伴 我想这是一个很完整 而且非常健全的一个寄养家庭的这个制度 花莲县政府当然除了这个每月的今天以外 对于特殊的孩子我们有特殊的加码 特殊的津贴 我们就是希望让寄养家庭 除了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稳定以外 有额外的这个津贴 让我们寄养家庭更加的安定 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 以及更好的教育 有兴趣的民众 夫妻25岁至65岁以下 结婚两年以上 国中以上教育程度 独立经济能力能提供适宜环境 具有照顾子女能力者 3月10日下午2点 则将在华莲家福中心2楼 举办招募说明会 欢迎民众参加 借着长方言华莲师报导